大家好 我是慈悲大叔林依峰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支金門高粱酒 最近呢我收到過年嘛 我收到一些禮物 以前都只收到一些威士忌的禮物 最近也會收到一些高粱酒的禮物 就是因為我開始拍YouTube影片 拍了高粱酒 所以很多人說 林老師你一定會喜歡這支高粱酒的 這支是金門高粱58度的 而且是70週年紀念酒盤隆 我們看到這個金箔的時候 其實我嚇了一大跳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研究者 所以我對這種比較花椒的東西 平常比較少接觸 在看到這支酒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要了解的事情是 金門高粱 因為我沒有特別注意的狀況之下 好像不只是一支或兩支的 這個70週年慶的酒 所以我就上網查一下 我發現呢 在金門高粱酒廠 他們官方所發佈的 好像70週年慶 他們總共發佈了10款酒 不過包括一些可能是 你知道金門高粱 他們通常會在他們金門當地 所謂的當地限定酒 以及一些特殊的經銷點 所發售的 好像總共加起來 總共會有15種 但是只有10種是對所有的 所有的市場開放 然後另外5種是 面對特殊市場所開放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收藏那個金門高粱 70週年紀念酒 總共有15種可以慢慢收集 如果你有看到這支絕痕眼的時候 沒有錯就是金門高粱酒廠 在一夾子 60週年的時候出版的一支跟這個一模一樣 也叫盤龍 不過70週年跟60週年不一樣的點 當然調配的內容不一樣啦 但最大的差別是他加了金箔 這支60週年跟70週年盤龍的不一樣 而這個70週年的盤龍 是在2022年的最後一個月所發行的 所以他應該是70週年慶最尾聲的一支酒了 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來喝這支酒吧 我有問過一些專家 他們說像這種有金箔的酒 要喝之前要先把它倒過來 讓這個金箔整個 哇 像是snowball一樣 像雪花一樣 全部飄散在這裡面 聽說這個金箔有什麼觸媒的作用 能夠因為它的什麼極性 電子的極性 讓這個讓這個什麼酒的香味 在裡面排列順序變得好一點 所以呢喝起來會比較順口 真的還假的 要喝喝看 要喝喝看 哇 哎這個杯子裡面還有金箔也酷 哎 嗯 一倒出來就相對來說 他就是很香的 嗯 嗯 而且是一些很多的水果味哦 嗯 哎這種水果味很難去形容啊 他比較像是 像是一些梅子 就我所知道梅子是屬於老的高粱酒 會產生的氣味 不過他梅子不是很老的味道 他反而是很年輕很豐富的味道 他很多新鮮水果像是 還有一些像是蘋果之類的氣味哦 嗯 當然還有一些像是 一些像青梅啦 像是一些桃子的氣味 喝在口中的感覺 其實 算是非常豐富的一支酒耶 特別他的尾韻很悠長 以我個人而言 我覺得這支酒的麴香味呢 沒有那麼重 我之前常常在國外擔任國際大賽評審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那個外國人 客裏外國人評審 他們會覺得那種麴香味就是一些雜味 除了酵母菌之外的 齒菌換言之就是很多不同種類的菌種 所給予的複雜香氣 我還花了好多時間 跟那些外國的評審解釋 高粱酒呢 他的背景跟歷史 所以固態 跟液態中間的差異性 因為他們給的那次我心目中認為 頂尖的高粱酒的分數是非常低的 所以那一次在會後會 我花了好多時間說服他們 讓他們終於了解 西方跟東方人的思維方式的價值 特別在酒上面是很不一樣的 高粱酒這種自然落取固態發酵 固態蒸餘所造成的豐富味道 跟使用單一一種酵母菌 或數種酵母菌所得到的氣味是如此的不同 我在跟一些喝高粱酒的朋友一起聊的時候 常聽到人們對於金高的一些負面的批評 多半是金門高粱酒的資訊不透明 怎麼會出這麼多的複雜的商品 以及金門高粱酒的價格不應該是很便宜嗎 他怎麼出這麼多昂貴的酒呢 發現在這麼多的負面聲音的時候 其實我也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子 當然一部分是愛之聲則之切 不過我們用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或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像前一陣子我剛好跟家人 我們一起去了日本去玩 然後很多台灣人去日本玩的時候 最喜歡去逛的一個東西叫藥妝店 到了藥妝店的時候發現 哇塞這個日本人實在太厲害了 他們總是會發明一些 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需要的東西 擺滿滿在架子上 如果你的肩膀痠痛你去了之後 你根本不曉得你要買什麼東西 因為它分成各種不同的酸痛的方式 你要貼不同的貼布 他們會在你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的時候 就開發出各種不同的商品 來滿足大家的需求 我所認識的身邊所有朋友 只要到日本去逛逛旅行 都會很努力跟認真的逛藥妝店 那為什麼同樣的東西 在金門高粱酒開始開發出 大量的商品給大家的時候 大家卻產生抱怨了 而不是像我們去藥妝店一樣 充滿熱切 充滿新奇的心情去面對它 還有關於資訊不透明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們固定都會飛到蘇格蘭去參觀威士忌酒廠 我們到了每一家酒廠 發現在酒廠裡面的工作人員 會毫無保留的把所有的資訊告訴我們 幾乎是毫無保留的 像我自己也去拜訪過金門酒廠 有時候我會刻意問調酒師 一些比較私密的調配秘方的問題 它也莫中一事 後來慢慢我了解 其實就是每一家酒廠都有它自己的 企業文化 這就是金門酒廠的企業文化 不過事實上我在參觀它的整個酒廠的製程 包括老教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兢兢兢兢兢 我深深的仍然為他們能夠在金門做了70年 我還是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情 不過話說回來這支酒這麼喜氣 金公香香水氣沉掉 再加上這個大紅色 今年過年這個酒呢 可是要好好的用一下 帶回家洗氣洗氣 包括我自己擅長的烤烏魚子 不曉得用金箔來 金箔酒來烤烏魚子會怎麼樣 金箔會不會黏到我的烏魚子上面 我的烏魚子也變成金光閃閃洗氣洗氣的 我會看你吧 有找到你的烏魚子 一百分之一 看你個人的烏魚子 一百分之一 做得到四條 你最喜歡的烏魚子 一百分之一 二百分之一 看看你這五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